一名的阿伯騎著機車車輛似乎有些不穩 這時候後方傳來喇叭聲 後方駕駛發現阿伯的機車沒有車牌號碼 還聞到濃厚糾氣 雙方開始爭論 下一秒直接打電話報警 生怕被逮住阿伯蒙催油門 一路逃而後方駕駛也不罷休 開著車一邊跟警方通話 一邊緊追載後 到了一間工程行 終於停了下來 阿伯走下機車氣噗噗 對著目睹一切過程的後方駕駛叫囂 我不會逮擋手 你別走啦 你別走 你趕快來打火 趕快來打火拜託 我還打你幹嘛 你這個 真怕太贏了 30號早上將近11點半 一名阿伯騎車行進高雄南子區 疑似喝了酒 騎車搖搖晃晃 沒有戴安全帽 機車也沒有掛車牌 民眾見狀叫住阿伯說要報警 阿伯哭哭哀求 但民眾貼了信就是要報警 阿伯立刻加速逃逸 目前看你你你那只是你你猜測 對他有有測 重點我們進來沒有看到這個人 我們沒有全力去搜索 警方貨報到現場 早已沒了阿伯的聲音 不過根據報案人提供的行車記錄器 將以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進行舉發最高可開罰11300元 TVBS新聞和可言高雄採訪報導